今天我們要做的是優酪乳 優酪乳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材料就是可以用奶粉 還有市售的優酪乳也可以 或者是菌粉 買乳酸菌粉也可以 我們的比例上 一般來講我們的比例 就是奶粉35公克的話 就是加200cc的水 或者是245cc的水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要做優酪乳的時候 首先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器具 比如說大條根跟鍋子 我們先用熱水 熱水煮過 或是用熱水燙過 熱水燙過 這樣子才不會有雜菌的污染 或者是整個這些器具 拿去在熱水裡面消毒過 消毒過之後 我們把我們剛剛加熱過的一些沸水 然後泡更好的奶粉 然後放進來 我們要測量 500cc的水 然後呢 加了500cc的水 加70公克的奶粉 好 加70公克的奶粉進來 然後把它泡成牛奶 然後再放進幼肉糖 用奶粉加熱水調製好的牛奶 然後呢 我們再加上這個 市售的優格也可以 或者是加菌粉都可以 現在很燙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加沸水 加去做調製的奶水 所以我們就再去加冷水 用水浴讓它降溫 那我們降到45度C 45度C到50度C的溫度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菌放下去 這樣才不會把這個乳酸菌殺滅 好 我們就 我們利用那個 冷水呢 把我們剛剛 100度C的奶水降溫 降到45度C 有溫度計的話 用溫度計來量比較好 如果沒有溫度計呢 你這樣摸的時候 覺得不燙你的手 就可以了 45度C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 半瓶的優酪乳下來 這樣就可以製成所謂的 優酪乳或者是優格 那優酪乳或優格呢 怎麼分辨喔 在大概菌素呢 菌素上 如果菌素比較多 我們就是可以做成優格 那如果是菌素量還長得不夠的話 那就是優酪乳了 這樣子 知道吧喔 那因為學校這邊有培養箱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加了菌粉的奶水 我們就可以放進培養箱 讓它培養 培養一般呢 我們大概是用 30度C的培養箱 來給它培養 培養個20個小時 或者是隔天 隔天24小時也行啊 這樣子的時間 培養時間就可以了 好可以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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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再加盡量呢 大概就是加半杯 半瓶的 半瓶的 半瓶丟個下來就行 好可以 好那就去拿去培養 加入了菌粉 骨酸菌的奶水 我們就直接這樣 加好調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進培養箱 好可以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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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把 已經培養20個小時的 優肉乳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呢 做出來 你會看到粘稠的優格 好 那這個就是加了 加了菌液以後 經過20個小時培養 20個小時 大概25度到30度C的 的培養 把這個乳酸菌 培養成優肉乳 這個是經過了20個小時 培養的優肉乳 來 拍一下好嗎 那你看 這個很黏 很濃稠喔 你看 很濃稠 好 顏色 顏色跟那個 跟剛剛 是不一樣的 好 而且 有些已經有固化 有固化的現象 因為呢 俊亮如果再繼續培養的話 就會成為優格 好 俊亮更多就會成為優格 好 那你看 各位同學你看一下 這個已經成為good 已經很濃稠了 這是優格的情形 好 那各位同學 那優肉乳的課程呢 就到這邊 可以告一個段落 好 謝謝各位